联合国IPCC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 每六年栽入全球数百名科学家 数以万计的科学论文 将气候观测数据与未来变化的可能路径 总结在公开报告之中 目的是为了提升人类社会 做出更完整的分析评估 以及应对策略的拟定依据 如果你正在思考着1.5度C的温度变化 对生活造成的影响 只是衣袖长短的不同 那么这位IPCC北极格林兰冰川的科学家威廉 将用冰层的温度与颜色 告诉我们这片正在解冻中的格林兰 将带来什么样的变化与冲击 中国新冰川的地略 冰川本身的冰川 西兰ер 州我正在建筑 冰川本身的冰川 冰川本身の冰川 我们需要设计 мор学家 hu根据上这些 模型的冰川本身的冰川 我们需要更新资料 地区利和迹法 CSD莲 有種新的東西 它是那大幅背後的建築, 但它是不 只是一路建築了60年前, 它是一路建築了60年前 一路建築了一路建築上的石頭 所以現在石頭是在這裏, 它是一路建築的 一路建築了60年前, 現在你看到這路建築 它是一路建築的一路建築的建築 特别人了 这就是这样的高水流的体温和温度有改变 27米是最大幅的一档的建议 而且这是多高水流流到1961年 在全球平台的温暖和温暖两至三个人的平台 最后,我们来看费用紧带, 因为我们卖金是负借的 因为我们都在穿过一时 最近有些地方我记得, 因为贺赛的带人 导致,例如贺赛的带人 周达贺赛的带人 Schooler had to kill them because they couldn't afford to feed them because they cannot go on the sea ice anymore. In the end it threatens like who would we be in the future if not we are able to hunt? We live by the ice, with the ice. If it disappears totally who are we then? 那些习惯是不关于氧化 禁止全是关于氧化 氧化改变也能变得更好 因此我们可以增长另一个类型的草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